我有一次做胃鏡 看到那個胃鏡裡面 奇怪怎麼胃出血 有像咖啡色黑黑的東西在裡面 胃裡面飄 我們的腸胃科一般看這書胃出血 怎麼找不到傷口了 後來把它拔掉之後 我就問說你剛剛是 到底做什麼事 他們說我剛剛 這個飲食壞習慣 其實我在我的書上 其實也有分析過 我自己覺得很棒的 五種壞習慣 讓你一聽到就很好記 你有聽過嗎 第一個壞習慣就是最常見的 叫做垃圾桶吃法 什麼垃圾桶吃法 其實就是東西就直接丟進去 打開來垃圾桶 打開來東西就丟丟丟丟 裡面可能有飯有菜有肉 有飲料汽水等等全部 啪啪啪啪 不管什麼順序就直接這樣 往你嘴邊那邊塞 這個就是垃圾桶吃法 那其實垃圾桶吃法 最容易會造成腦患者 病人會覺得脹氣 鼓鼓消耗不了 在嘴巴過嘴巴都很開心 下去之後就肚子就不舒服了 因為我們知道說 各種食物在我們胃裡面的消化 需要時間的 那消化最慢的是說 油脂類油炸類的 大概可能要四到六個小時 胃的蛋白質類 肉類大概就四個小時 水果或者蔬菜類 大概就是一個小時以內 到兩個小時以內就過了 所以當你 當你這些東西配在一起 全部蹲進去的時候 沒有一個順序 或是說它會容易造成你的胃就是 啪啪 就亂七八糟 脹得很厲害 那目前我建議 這種 六十種吃法 最好是改善 譬如說你可以先從 一個順序 先從先吃吃點菜 吃菜吃在吃點肉 再吃點蛋白質的東西 最後再吃飯 那過去我們有專家是建議說 可以 一比一比二 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讓那個 蛋白質的飯 主食少一點 大概就四分之一 然後那個菜啊 大概就是二分之一了 然後肉差不多四分之一這樣子 這樣搭配 而且要有順序的吃 那我現在目前是建議 飯後吃水果 我還是覺得水果 我可能會解決飯後吃 對 因為基本上這個水果本身還是比較甜 是 那第二種 這個也是蠻有趣的 我自己覺得 就是餓死鬼吃法 這個很多年輕人 包括我也是年輕人 我看著看著比較忙的時候 我也會吃得很快 當你吃得很快的時候 你其實東西是沒有咬的 對 所以你沒有咬的時候 我們知道嘴巴其實 牙齒的重要就是咀嚼 把東西變得比較細小之後 吞下去之後 比較好消化 如果你嘴巴沒有動 沒有吃下 沒有正確的咀嚼之後 到胃裡面 胃的話它會很辛苦 你就把很多的食物的原型 直接到胃裡面 用胃去磨碎它 它的胃常常就會 常常病人告訴我說 沒有咬得很好的人 他告訴我說 胃會痛 會覺得刺痛 改油改油的 這種針對葉菜類 根莖類的 那種不好消化的東西 你更需要咬得更細 更碎 所以這種 所謂的餓死鬼吃法 是非常的要不得 第三種就是所謂的 無底洞吃法 很正常大家都聽得懂 無底洞吃法一直吃 好像不會有餓的感覺 其實現在網紅也都是很厲害 大會網 對 其實人的胃不可能是無底洞 它只是說有些人的那個彈力 胃的彈力原本是小小 像一個人的拳頭一樣 但是你吃東西吃他就慢慢會吃 那可能吃他兩個拳頭 最多三個拳頭 那你知道大會網他們吃很多時候 他可能像一個大袋子 可能會到八個拳頭到四個拳頭 然後胃就會往下垂 那你知道這個垂久 年輕人他也許 胃上面有個腸細膜 就是把它拉 腸帶把它拉回來 所以年輕人都沒問題 他會把它拉回來 恢復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長期這樣吃下去的時候 你那個腸帶會鬆垮 鬆垮之後他拉不回來 所以就算你沒有吃東西以後 那個胃肌就是在下面的 有時候會上次叫骨盆腔 那種比較低胃的時候 常常說奇怪 明明就是才吃完東西 為什麼肚臍下面會痛 這個就所謂的胃下垂 所以這種無底洞吃法的人 其實要吃真的要特別小心 不要因為說你吃了 什麼都可以吃好像很厲害 其實這樣反而在傷害你的胃 你到老了就知道了 對 再來就是 第四種就所謂的 煙酒配飯法 這個大家都知道嗎 有些人是飯後一個煙快樂是神仙 那我們也知道說 其實喝酒也是讓他住性 但是如果你每餐或是常常這樣子做的話 其實煙它會造成奔門口的鬆弛 食道跟胃中間那個奔門口鬆弛之後 容易就會有逆流 煙也會造成胃裡面它會無顏脹氣的 老實講 煙它也會造成一些癌症 或者胃癌 食道癌 胃脹癌等等 所以煙是不太適合的 建議在尤其是吃飯的時候 竟然都不要 會影響消化 那酒的話呢 酒的話通常會傷胃 傷一些連膜 而且喝酒其實 酒的長期喝造成灼傷的話 也容易會失到癌或失到潰癢 那如果你說那我喝點啤酒就好了 啤酒酒精濃度比較低 偶爾喝少量喝是沒問題的 但是如果你啤酒大部分都是一大杯吧 乾了 那個好多的這個酒精在胃裡面 它就像水一樣 會把胃撐得很大 也會容易造成逆流 或是不舒服 當然酒也會有一些癌症的風險 除了鹽酒配分法 我這邊再特別加強補充一個 就是最近看到的是 還有比如說檳榔法 我有一次做胃鏡 看到那個胃鏡裡面 奇怪怎麼胃出血 或者說這個有像咖啡色 黑黑的東西在裡面 為裡面飄 我們的腸胃科一般看 這是胃出血 結果後來怎麼可能 找不到傷口了 後來把它拔掉之後 我就問說 你剛剛到底做了什麼事 我剛吃檳榔 那個檳榔鹼 那個檳榔鹼它有檳榔吃 那個檳榔鹼也是紅紅的 像是一樣在胃裡面飄浮 這種檳榔鹼 其實鹼性的東西 有時候也是容易傷害食道 也是會傷到胃 所以 檳榔鹼現在其實最好不要吃 最好不要吃 最後一個就是所謂的 動吃 動吃 動吃法 就是說你吃完東西之後 基本上食物消化 需要大概兩個小時的時候 慢慢把它下去 根據你吃的食物的差別 你吃肉類吃蛋白質 油炸類可能要更久 但是如果你還沒消化 帶來這些食物去做運動 尤其核心肌群運動 重訓 容易會增加腹部的壓力 它會造成胃的緊繃 擠壓 造成胃腫瘍流 還有我們在做運動的時候 其實血液循環 都是在我們這個肌肉質 比較多 反而在消化系統比較少 可是你知道消化系統 在消化這個工作的時候 它是需要有血在裡面去做流竄嘛 所以動吃動吃法其實也蠻傷的啦 如果你真的飛到不得已 一定要運動 又得吃點東西的話 那就是非常少量 比如說三到四分飽 簡單吃一下 而且是以乾一點的 不要太多湯湯水水的 其實筋膜啊 就像是膠帶一樣 膠帶一樣 我們知道我們內臟有很多的 什麼胃啊 肝膽啊 它其實就藉由這種膠帶 把它那個 把這些器官連在一起 但是有些人是連得太緊 譬如有些人是開刀嘛 或是裡面發炎它沾黏了 藍紫 會造成不舒服嘛 消化不了 有些人它不是開刀 它就是本身的肌肉緊繃 到這個緊繃 可能過去有什麼傷害症 或是結巴等等 緊繃之後 他就常常覺得 胃就是緊繃 不舒服 常常會就會脹 那這個在過去在西醫 還有我們腸胃科的治療當中 比較少重視到這個 筋膜的這個就是舒緩 那因為根據現在物理治療這一科 他們的發展很快了之後 他們發現說 其實筋膜鬆動素 可以幫這個內臟稍微的鬆動 讓他不會覺得緊繃 那這樣的情況是有改善的 那我們也 在這個我們中間衛生女友 這本書裡面 也邀請了我們 腹健科的物理治療師院長 陳元琦院長跟我們的 原生醫院的中醫 這個腹健科的主任 蘇俊長 就是蘇俊長的主任 他們就是針對腹健科這個 鬆動這個筋膜 來改善衛生女友 來為我們設計幾個動作 那我覺得 因為病人真的不喜歡吃藥 很多人真的不喜歡吃藥 吃藥也不一定有用 這時候也許可以做一點 自救的方法去改善它 那等一下也許可以示範一下 怎麼樣做這些筋膜動作 好那我們第一個 附健的這個筋膜鬆動的這個知識 就是這個主謂的聖意女神知識 這時候陳元琦院長 他有給我們發明的 那主要是要緩解胸口悶 胸口不適的這些患者 那可以希望藉由這個知識 可以幫他用胸口這個 這個肌肉啊 筋膜放鬆 那第一個 你可以看看 你可以採取坐姿或是站姿都可以 那我用側面給你們看會比較清楚 那你坐著輕輕的時候 雙腳就是這樣 膝蓋大家90度放鬆 肩膀放鬆 好然後吸氣的時候 眼睛看前面 吸氣的時候兩隻手伸直 像翅膀一樣 身體女神 翅膀往後面伸展 然後配合吸氣 讓胸口往前挺起來 吸氣吸到最保 5秒鐘之後 再慢慢的把這個塗掉 然後把手再恢復原本的姿勢 大概這樣子 然後你這樣再吸氣吸飽 坐一坐你整個人就飛起來了 這就是所謂的身體女神姿勢 他就是可以把這個的胸口 這邊的肌肉放鬆 你就不會覺得常常緊緊悶悶不舒服 對這種辦公室 我常常坐在這個 做工作的人 醫生也是一樣 其實這個是很簡單的方式 第二個姿勢 那他主要就是 針對病人在覺得這個胃的地方 覺得悶緊緊的 或是胃常常脹不舒服 他是在這個肌膜這邊做鬆動 那這個也是陳院長 他發明的 叫做所謂的這個 心花怒放 所以這個女孩子可能會比較喜歡的 那主要是鬆動這邊的肌膜 那第一個事情 你可以先把右手 放在你的左腳的膝蓋 左腳膝蓋 然後右手往內頂 往你的這個中間頂 然後膝蓋去頂它這樣撐著 好 左手放平 跟肩膀放平 眼睛看到我們的獅子 然後我們做逆時鐘旋轉 逆時鐘旋轉 吸氣吸到水轉 看你能夠轉到多少 像吳醫師比較老 大概就12點鐘 然後吸到飽之後 乘個5到10秒鐘 再慢慢的吐氣放回來 這樣子做 就是這樣 這個做的時候 這個就拉開了 這個地方就拉開了 所以其實你就這樣看 看第一次做直到12點 第二次就可以更久更遠 那做完之後 你可以相反的方式 在左手放在右腳膝蓋 做一樣的姿勢 真過癮 所以這個肌膜的鬆動 其實對於胃食道尼尤其是 這個胃這邊緊繃不舒服的 患者都有改善 那你如果 結合第一個動作 勝利女神 跟第二個動作 心花怒放 我相信你在這個肌膜這一塊 應該會得到很好的舒展 最後就是說 腹式呼吸 第三種 腹式呼吸 那很單純啦 其實這個 蘇俊郎族人他也很告訴我們說 其實在腹式呼吸 你可以把你的手 放兩邊 最好的方式是希望 兩邊同時在吸氣的時候 都一起挺起來 平均啦 吐氣 因為我們過去都希望說 腹式呼吸就是 肚子要挺得很大 然後胸口凹下去 其實 腹健科的醫師他認為說 其實這樣不是正確的 正確應該是兩邊平均的 那一般來講 我們的胸式呼吸 胸腔的呼吸就是 胸口撐起來 這種的病人 通常都是胸口不舒服 所以兩個手放在這個地方 一個手放在胸前 一個手放在肚子 然後吸氣 有意識的感覺 兩個都 都往上頂 慢慢吐氣 如果你這樣子的方式 呼吸方法 也可以訓練你的橫膈膜 也可以訓練你的肌膜 這邊的肌膜 讓它比較鬆動 對於衛食堂尼歐 尤其是敏感型的衛食堂尼歐 就會有很大的幫助 好在這邊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三個小秘訣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我的口才真的不好 聽不太懂的話 我們還有衛食堂尼歐 終結衛食堂尼歐 跨科匯整的專書 您可以去買來參考看看喔 如果你喜歡早安健康的影片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 要記得打開小鈴鐺 才會收到我們的最新通知喔